欢迎回到华语新闻 阿富汗政权 意图塔利班武装组织高揍凯歌 震惊全球 国际社会相继批评美国 鲁莽撤军导致民不聊生 不过总统拜登始终捍卫撤军的决定 更把加尼政府跨台 归咎于阿富汗政府军 不愿抗敌才会让塔利班有机可乘 塔利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夺回阿富汗统治权 国际舆论剑指美国是罪亏祸首 总统拜登16日针对当前局势发表谈话 列出了美国这20年来 在阿富汗投入上兆美元的反恐战绩 更批评政府军位战塔利班 就先缴械投降 就连总统加尼也弃国逃亡 才是败政的主要原因 美国大举撤侨留下无辜百姓四处逃命 躲避塔利班的迫害举动 也引起各国非议 不过拜登解释是当地人不想离开 拜登坚持美国 撤出阿富汗是正确的决定 因为美军不会参加一场 连阿富汗人都不愿意打的内战 并强调会承担一切批评 不会把问题留给下一任总统解决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